Hello,今天这期分享呢,我们来聊一下如何去学习一门新的领域的知识 那想做这个分享的原因是因为前些天我学妹问了我一个关于如何去获取信息来源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同时我又想到上个月我有在后台收到一位朋友对我的提问 问题是如何快速学习一门新的领域的知识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可以放在一起来聊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朋友的提问其实应该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是想要去自学这个新的领域 而不是说你是某一个专业的学生有专业的老师来指导你进行学习 那么这时候自己是否拥有能够获取信息的能力就很重要了 其实在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的社会环境下 有很多或付费或免费的资源非常全面的在网络上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找到这些资源在哪里的能力 也就是说搜集信息的能力 如果你现在是处于一种对于某一个领域感兴趣 或是认为了解这个领域会对你有所帮助 但是你并不清楚该从哪里入手的时候 我可以提供几个建议 不过说在前面或许会有很多人觉得说 我知道怎么查找资料就好了 但其实这还不是重点 具体观点呢我会放在后面慢慢说 先说几个获取信息的途径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从与之相关的课程或讲座的学习出发 概论类的课程或是其他比较全面的去介绍这个领域的分享 而且既然网上的选择这么多 那我们可以去选择权威的学校或是权威的老师出品的课程 信息在看之前是需要有所筛选的 就像我们如果去看一本书或是去看一个电影 常常会是先去豆瓣或是其他网站上之类看一下他们的评分以及评论 因为我们不想浪费时间去看一些在思想上或是情绪上都得不到滋养的内容 那从学习的角度来说呢 除了不想浪费时间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点 就是不要在你对这个领域还没有建立起判断力的时候 就抓到什么分享都去看 因为如果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培养出的认知就出现问题的话 后期再去纠正 一是很难 二是由于可能我们没有跟相关的专业人士有一定的交流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意识不到自己的认知出了错 虽然网络的发达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的去获取信息 但同时也让各种各样的信息朝你用来 那这些信息的质量是参差不齐的 有时候我们可能分辨不出来有哪些信息是在博眼球 哪些信息的分享单纯是为了赚钱 那又或者是真心想分享 但是分享者个人的知识积累和认知能力都没有达到可以去引导他人入门的程度 那么在这个刚开始的阶段分辨不出来也没有关系 可以先从一些像是网易公开课木课之类的平台上 去找一些名校名师出品的课程先去看 那如果英文不错的同学呢 也可以直接上外网到国外高校的网站上去看他们有公开的课程 这是第一个办法 那第二个办法呢 就是你可以去关注现在这个领域内比较受到认可的人士 关注他们的社交媒体微博或是公众号 这时候虽然不是让你全局性的去认知一个领域 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动态中去获取一些信息的来源 然后再顺着这些信息去深入的了解 这一点我等我还会再提 同理呢现在很多学校或是专业或是研究团体 都有他们各自的社交账号 可以选择感兴趣的去关注起来去获取信息 第三个就比较传统一点了 我们可以去阅读相关的书籍或是文献 不过特别像是文献 其实挺考验一个人判断信息是否有用的这样一个能力 因为有时候即使是权威期刊发布的文章中 也会有比较水的文章存在的成分 但如果你有一定的查找资料判断资料的能力 以及说你并不会认为看文献是一件枯燥无聊的事情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确定好文献的来源可靠 标题和摘要是跟你感兴趣的领域相关的内容 那么这时候通过一个快速的大量的阅读 也会让你对于这个领域建立起一定基本的认知 然后再挑研究内容扎实且对你有用的这些文献 进行一个精读等等 这属于传统做学问的一个方式 虽然可能会枯燥耗时一些 但是这样积累起来还是很靠谱的 搜集信息的途径呢不止这些 但作为获取基础入门某个领域的能力来说呢 已经足够了 那刚才说的这些呢 是一个我们在直观上表面上能看到的一个障碍 如果我们再往深层去看呢 就会发现第二个问题 如何提问 其实会搜索的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就是你能够提出问题 并且能在你的问题中提炼出关键词去进行一个搜索 然而很多时候我们的提问是无效的 甚至根本不知道我们该去提什么问题 在这里呢我不是要给大家去列一堆问题的模板 让大家去学习 因为针对不同的专业不同的方向 以及每个人的思考和认知是不同的 这种模板的效用不一定会很高 所以呢在这里我想来探讨一下 为什么我们提不出问题 其实我认为这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呢 是我们常常是受结果驱动 而不是说受兴趣驱动或是问题驱动 关于这个驱动的分类呢并不是什么严谨的学术分类 是我自己的理解和思考 我不确定是否还有其他的表达 但我先按照我个人的分类 带大家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语境中来理解我所想表达的内容 那我说的这些驱动是什么意思呢 举一个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有经历过的状态 就是我们想通过学习某项技能或是完成某个目标来实现自我的提升 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规划想按部就班的去完成 但是呢常常会因为坚持不下去就半途而废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去责怪自己说 是因为自己拖延 是因为自己没有耐心或是专注力不够高等等的原因 导致了我们没有完成我们想要去完成的事情 接着就继续上网去查解决这些问题的分享 认为说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 我们就可以学习好了 当我们眼睛只看着结果的时候 这个走向结果的过程在我们经历起来 常常是很枯燥的 这时候呢确实需要我们有很大的毅力 去对抗我们内心其他的想法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结果驱动 也可以理解成为是目标驱动 其实当你对于一个目标 有一个很强烈的想要去实现它的动机时 你是能够产生动力去督促自己去学习的 但是如果只是为了自我提升 并且没有截止日期的限制的情况下 这样的驱动力可能就不足以支持你坚持下去 那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另一种驱动 兴趣驱动或者是说问题驱动 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其实的确如此 当你在对某个领域产生兴趣产生好奇时 随着你一点一点的深入 你会因为你的好奇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些疑问呢又会促使你想要去了解 你在某个领域上 其实已经正在进行一个有深度有广度的积累了 我自己通常会用两个比方来形容这个兴趣驱动的学习方式 一个是侦探破案 一个是拼拼图 我印象里好像有在之前的分享中提到过这个拼图 就是我认为说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知识看作是一整块巨型的拼图 这个拼图中呢有无数个碎片 我们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看到的非常零散 但是当我们将几块碎片拼接起来时 我们对于这个小的领域就会有一定的认知 我们的拼图不会说只在某一个固定的位置去进行 可能这边拼一点那边拼一点 那这时候就会形成了几个零散的不同的领域 当我们能够找到连接两个不同领域之间的那些碎片 并且把这两个领域拼接在一起时 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很美妙的感受或是成就感 侦探破案呢可能更好理解一些 我们在看侦探剧的时候会发现 侦探会在案情开始的最初呢 在他身后的一个很大的板子上 贴上了跟案件相关的人事物的图 以及写上各种信息 那么这些因素在最开始是零散的 相互可能没有多少关联的 但是随着侦探的深入调查和发现 就会在各种各样的信息之间产生了连线 并且同时还会有新的信息加入进了 当真相浮出水面的时候 板上的各种原来无关或是之前不存在的因素 就已经形成了一张相互连接的网络 我们可以把脑海想象成这样一张白板 随着一股想发现真相的好奇心 带领我们不断去寻找新的发现 并且把这些新的发现和板上旧有的知识 做一个连接 同时呢不断去调整各种因素 在板上的一个位置 建立起一张越来越牢固 且不断扩张的知识网络 这样子说起来呢可能还是比较抽象 那简单说来就是让你的好奇心带着你顺藤摸瓜的去学习 就拿我之前分享的《忧郁的热带》这本书来说 我为什么会去读这本书呢 其实是最初我在上学期选修传播学的课程的时候 老师提到了杰姆逊 我因为感兴趣呢就去看了他的演讲集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在书里呢杰姆逊花了大量的篇幅去介绍结构主义 以及列维斯特劳斯 而我又对于结构主义看待事物的方式 以及他们对于事物之间的关联性的一个认知 产生了好奇 而且同时我在上的另外一门课程 也让我当时很想去了解人类学 于是我就选择去看《忧郁的热带》 其实我有收到一些朋友跟我说 看不下去这本书 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是 我并不是说靠着毅力去支持我把这本书啃完 而是基于我前面所说的那些好奇 就迫使我想把这本书读完 而我前面所讲的你地图上的不同领域 突然相连时候的那个感受 就像后期我在读《齐泽克》的书的时候 想弄明白他提到的与拉康有关的概念是源自于哪里 那在我查找资料的时候呢 突然发现拉康和列维斯特劳斯之间的一个关联 这会使我突然感受到我都感兴趣 但是对我来说本来是无关的两个概念之间 突然产生了连接 这不仅会给我带来一种喜悦感 也会让我对于新的知识更容易去理解和掌握 同时呢也可能会更新我去看待旧有认知 旧有事物的一个角度 这个兴趣驱动呢是没有截止日期的 它会不断地推着我想去深入探索一个领域 我想呢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跟追星的状态会有点类似吧 你很喜欢某个明星把他当作爱豆 你会去好奇他在看什么书 听什么歌 他在学习什么新的技能 那么逐渐的他的兴趣爱好也变成了你的兴趣爱好 这也是因为你喜欢和好奇驱动你去产生了这些行为 放到知识学习上来说呢就是可能由于某一本书某一个人让你产生了一些新的认知并且打开了你的好奇心 那你就会想去顺着去寻找影响这本书或是这个人形成现在的思想或是作品的因素有哪些 并继续顺着这些因素去往上去认知和寻找 通过自我驱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循环不断地去深化你的认知 那兴趣驱动呢就讲到这里 其实我个人的状态是属于目标驱动和兴趣驱动在我身上都占有了一定的比重 虽然呢我很喜欢满足好奇心给我带来的喜悦感 但有时候面对一些不同的经历和情况时 还是会需要有理性的目标来敦促自己 最后呢再点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还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观念就是学习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 所谓的速成呢常常会导致基础打得不够扎实 可能暂时能让你产生你已经了解了某个领域的假象 但就像你在根基不稳的时候就想要盖房子一样 房子盖好了但却经受不住像是台风或是地震之类的考验 一切又得重新再改造 所以呢不要焦虑或害怕 如果有充足的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兴趣或是好奇心带领我们去学习 而如果说你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需要去学习一门新的领域 并且是为了某个目的服务的情况下 我会更建议按我在前半部分的分享中提到的方法 或是通过报班学习的方式 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按部就班的去进行学习 OK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其实我本来是想连着做女性系列的分享 但因为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些想法 同时我想应该也是有很多人会关心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就先做了这期 女性系列也还是会继续做的 只是可能不会连贯的去分享 中间可能会穿插像今天这种类型或是书籍分享之类的分享 如果有和女性相关的问题 依然还是可以在我之前提问的那个动态下面继续留言给我 我会去思考大家的问题 那如果我有一定想要去表达的东西的时候 就会分享给大家 就是随缘分享 那今天聊的话题 今天我讲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干一点 所以呢感谢看到这里的各位 也希望你们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学习知识 搜集信息的方法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